前妻後六 前妻後六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是在我們自己家? 對 今天要安裝的分享的車款是馬茲達6 這台其實有分四門7跟五門Vagon的版本 這台是四門,是2014年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應該是三代的第一個剛剛開始生產的年份 一代二代,KT其實都有做 但是馬茲達6的話 我們安裝的出貨的數量是不少 但是好像是沒有直播的影片的樣子 所以今天就開個直播 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台車再安裝的一些細節 其實車友原來也已經是改裝避震器 已經損壞 所以來選擇KT的一個道路的版本 前面的彈簧配置 KT一樣是用那一條燈籠狀的規格 後方的話是用230長6公斤的規格 這台車前面的懸吊系統是賣花生 後方的話是多連桿的 它的底盤懸吊 三代的馬茲達3 還有這個馬6 還有CX5還有CX9 這個架構啊 這四款車都是共用底盤架構的 甚至是比較小型的 像是馬茲達2 混動馬2的話 它的前面系統也都大部分都共用 後方的話小車後方就改成是拖曳幣 所以這個基本的底盤系統啊 很多車款都是共用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車 車友也有改裝了煞車 或者是鋁圈的部分 鋁圈的話原廠這台車本來就都有配置19吋 那這個也是19吋的 19吋的規格 煞車的話後方是改這個是Caseboard加大碟 然後前面的話是AP的多爾塞卡鉗 那後方的話裝上KT的樣子大概是這樣 上座的話前後上座KT都有附新品 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軟硬度 那這個是6公斤的彈簧 它的上橡皮這個髒髒的 這裡有一個上橡皮還有下橡皮 都要沿用原廠的橡皮 然後車高的調整這個彈簧的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的 這台車後方的話安裝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在調整車高完畢之後 這個桶身的長短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長短如果把桶身用的太長的話 它整個彈簧是鬆鬆的 會有異音也會有行車的危險 那如果桶身縮得很短 它會把它的後面的彈簧 230mm的彈簧有可能壓縮到200mm 那它的彈簧撐住 在低速行駛的路感非常非常差 就會覺得一樣裝KT的怎麼裝起來 那麼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重點 第一個 桶身的長短要調整得剛剛好 把後方的彈簧預載率壓縮只有5mm 就是剛剛好的幅度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如果這台車的車高 有要降得很低的話 它後輪的角度 這個叫Camper 這個叫傾角 這個傾角的話 它的角度原廠不是直的 不是靈度 原廠的話也稍微有斜度 可是如果降低車高之後 這個斜度會變得更斜 更斜的話輪胎這裡的內側 就會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車高有降低的幅度 比原廠大蠻多的話 經理就會建議大家 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在下直壁的內側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可以調整它的 竖角 這個竖角投影的角度 那一顆螺絲可以調整這個角度 當然這個角度也會一點點改變 但是最主要是調整竖角 那仰角的話 這台車原廠的是沒有辦法獨立調整的 所以需要改裝這一支的仰角調整器 才能夠做後方的Camper的 傾角的角度 所以如果降低的幅度有比較多的話 那就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原廠的竖角 竖角調整的方式 它是靠一顆偏心的螺絲 微幅做調整而已 所以它的調整的幅度區間也不多 那如果竖角要做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做改裝 在仰角的下方這一支 這一支也可以做改裝 改裝成可調式的 所以仰角調整器 竖角調整器都可以來做改裝 那如果車降低的幅度沒有很多 或者是說我用車的頻率蠻低的 一個一年可能開個三四千公里 那就讓它去抹 就不用再多花這些的費用 好那再來是介紹前面 前面的是麥花城 它有一些小細節 它的固定的東西還蠻多的 像這個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有兩個地方 那這個是油管架 有一個地方 離載串的固定點 所有的固定點 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三代的馬三 它前面的零件也都差不多 可是三代馬三的這一個 仰角的螺絲是比較細的 所以我們有分很多很多不同的規格 都有專用的規格 可以給車友 馬自打的車友們來使用 那前方的話是配置 200長期公斤的彈簧 這條彈簧它線跟線的距離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上下能夠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的彈簧還要來多出35% 所以這個是彈簧跟前面桶升的配置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後面簡單一點 前面的話 我們只要把它的整體長度把它拉長 車高就會變高 如果要縮短的話 就把它要降低的話 就把它縮短就好 可是前面是賣花層 它的避震器是會跟著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還會旋轉 所以在調整完畢之後 這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敲緊 才不會有鬆脫的狀況 那前方的話 上座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2000的 這一台好像還有2.5升的吧 這個是前面上座 車友也有裝了AUTO的拉桿也不便宜 這個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這裡的話 有一顆旋鈕 鏡頭這樣帶不太到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軟硬 前方的軟硬從這裡再做調整 那在調整屬尼 調整軟硬之前 還有一個工作還蠻重要的 就是輪胎的胎壓 輪胎的胎壓蠻重要的 如果胎壓太高的話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點 所以第一個步驟啊 先把輪胎的胎壓壓力啊 打到適合的壓力 不能太高 也不建議太低 就大概像這個19吋的話 大概32到36左右都適合的 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阻鈴 那調整阻鈴的方式啊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 有段數落差也都沒有關係 大概今天的介紹是這樣子 那如果啊 車友沒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有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我們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最近很夯很夯的避震器啊 今天你再特別推薦一下 我們做6萬8的價格啊 記得喔 是完工價 有很多的 6萬8加工資多少 沒有 KT 6萬8就是完工價錢 所以如果有想要試乘氣壓的 我們在北區的經銷商 或者是我們中區的經銷商 南部的店家 都有提供試乘車 或者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 一般的避震器的話 又更多了喔 我們在 KT 在新北 新北的板橋金門街 還是金門街 那邊的話 也有一個小夢 是我們北區的直營的據點 如果啊 在新北地區 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我們小編會把我們北區經銷商 或者是北區的營業據點 甚至是中區的一個經銷商的 聯絡方式啊 提供給各位 各位的話 再跟我們的這些窗口 做聯繫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